早餐时刻很多人习惯来跟香蕉 但小心了 如果您想说到超商买香蕉 结果呢 别被这外观正常给骗了 里头可能是烂掉的香蕉 这在台中市一位民众呢 就是来到了超商买香蕉 放了五个小时之后 结果整根香蕉变得超软 好像气球装水一样 像橡皮玩具一般 但怎么会这样呢 超商是不愿意受访 不过私底下也解释说 很可能是运送的过程不小心挤压 又或是台风期间 香蕉含水量高 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你有看过这样Q弹的香蕉吗 仔细看这香蕉的头跟尾 都还是绿色 代表它还很新鲜 只不过手里呢 摸起来的感觉 里面像是装满的水 黄澄澄的香蕉 表面看来完好如初 没有发黑 可是实际摸起来 香蕉吗 对 它是真的香蕉 假的 好像玩具 怎么说 很像橡皮玩具 这里面充气的那一种橡皮玩具 哎呦 怎么了 很乱啊 要换药吗 香蕉 有很多乱 超人Q的香蕉拨开后 汤汁都流出来了 里面果肉 呈现生褐色 就像是豆花一样 非常软嫩 放在桌上啊 一般去菜市场买的香蕉 应该可以放两天吧 只有你放了多久 大概五个小时啊 结果就是这样 对啊 很惊讶 民众一号早上去超商买的香蕉 放在常温下 没有日晒 没有碰撞 中午要吃香蕉 怎么变软了 BB软香蕉 和正常香蕉 外表其实差不多 但一拨开 色泽口感差很大 可能是过熟的时候 才拿去冷冻 那一般的话 冷冻的状态 会是在香蕉 它进冷冻前之前的状态 在解冻的时候 其实差异 并不会太大 业者解释 香蕉有可能运送过程 不慎挤压 所以才会有这情况 强调香蕉 没有加任何东西 专闻新闻 郁玉德 韩志新业影台中报道